为台湾东北偶昔日矿业重镇瑞芳 地形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基隆河贯穿期间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 目前有34个里人口数4万多人 瑞芳地名由来是早期唯一商铺瑞芳号 所沿袭成名的小镇 见证了台湾金煤矿开采史上辉煌的一夜 气候上常年有雨时而原雾缭绕 有春雨下海秋芒东雾最具失忆的气象景观 并获选全国十大观光小城 当今瑞芳货火车站前 昔日就街为早期金镇核心 寄存的古式建筑仍保存着当代的建筑风格 如义方商行 廖建方古厕 瑞芳旅社等 足政喜日风华 随着都市发展 翻转了前后站景观 前站游客络绎不绝 店家伶俐 其中包括第二市场美食街之热闹景象 市区的美食小吃非常多 瑞芳车站前名声街及美食街内的 龙凤腿 胡椒饼 地瓜饼 手工豆花 烧麻薯 牛肉面 肉羹 乌拉皮尾等等 琳琅满目 种类繁多 样样都令人食指大动 相当具有矿业发展脉络的九份老街 基山街是本区最受欢迎的观光景点 这个阴京矿产业成型的老街 是九份商业活动最兴盛的街道 两旁商店数以百计 无论是特色小吃 伴手礼 茶坊 饰品店 异品店 个性商店等等一应俱全 国内外游客常年络绎不绝 是本区最具代表性的观光地点 九份的树骑路是另一条著名的街道 也因其陡峭的步道 而拥有非常独特的山城景观 三百多个石阶梯道沿路悬挂着红色灯笼 许多家特色观景茶楼门名国内外 走在树骑路上 除了可以眺望九份聚落 海面上的基隆雨和椰流甲也都尽揽眼底 到了夜间 余灯点点更增添无限的诗情画意 在树骑路旁的生平戏院 就名为生平座 完工于1937年 是北台湾第一家戏院 也是日志时期全台湾最大的戏院 可容纳超过千人 前面的广场 戏台口 过去曾是九份地区最热闹的地方 许多国际知名电影与广告短片 都曾到此处拍片取景 树骑路底的台阳公司 瑞芳矿业所 位于八番坑与台阳停车场旁 交通便利 是过去金矿产业发达时期 台阳公司在九份的管理中心 为了保存本地悠久的金矿产业历史 特别设立了金矿博物馆 轮顶路顶的福山宫 本是保佑聚落平安的小土地公庙 九份矿工为感谢土地公的保佑及指点 在其小庙外 加盖了三间大庙 形成庙中庙的格局 正殿神龛上 刻着一对露两点又长翅膀的天使装饰 反映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外 更显示九份矿工豪爽 开放及热情的人文风貌 流浪路观光步道 是瑞芳通往九份的一条古道 从山下的流浪角起点开始 走到九份约2.4公里 过去九份彩晶时期 曾在此路廊新建轻便铁路 铁路拆除后 整修成为一条 供民众践行登山的步道 步道沿线 视野绝佳 景观优美 流浪路观光步道 行经九份端出入口 沿轻便路经过一座小隧道后 即可到达宋德公园 宋德公园 应立有一座歌颂台阳公司 创办人延云年的 事业功德碑而得名 宋德碑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另外园中还有多个 具有造型特色的雕塑作品 则是多位外地艺术家 于1987年所创作完成 各雕塑均扑具现代艺术感 基隆山又名基隆山 海拔588公尺 山市高耸独立 是九份与金瓜石的分界山 山形如孕妇仰卧 故又有大渡美人山之名 早期是航海的重要指标 也是九份的重要地标之一 天后良好时 在登山步道上 可眺望美丽的东北郊海岸风光 和金九两个聚落 深奥渔港会在瑞滨海岸的北侧 港区腹地广阔 周边有许多处基岩都很适合海钓 深奥渔港是国内海钓船 数量最多的渔港 钓客想前往外海钓鱼 可以在深奥渔港 找到经验丰富的船家带路 港区还有树家海鲜餐厅 深奥甲景观区 还有许多特色海石地形 其中以橡皮岩及酋长岩最为知名 隔着瑞滨海湾与深奥渔港 遥遥相望的蝙蝠洞公园 在滨海公路75公里标志旁 就是蝙蝠七席的大本营蝙蝠洞 也是东亚最大的折制服繁殖地 最佳赏服季节约5月至8月 这些蝙蝠于夜晚大量捕食害虫 担负起它们的生态角色 也希望大家能够知福惜福 共同保护这群黑夜的精灵 位于滨海公路旁的南亚奇岩景观区 无论是山或海的景观都非常具有特色 公路沿线山形陡峭险峻 岸边各种外形奇特的岩石 也是东北角海岸的特殊地形象征之一 其中最知名的极为形似双麒麟的双麒麟岩 比头渔岗是个地势天成的小海岗 目前已成为观光渔岗 岗内有数家海鲜餐厅 也有许多钓客会在岗边垂钓 来到这里可以顺道前往附近的 比头角地质公园赏景 公园内有着丰富多元的海石地形景观 相当引人不胜 来到水南洞聚落 局目所见最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就是13层遗址了 这座日志时期新建的选矿链制厂 位于滨海公路的联洞湾上方 日志时期还曾被美军轰炸 光复后由台湾铜矿接手辉复生产 最后在台金公司生产线上 直到1985年才停止运作 选矿厂依山市层层攀附 奇特的建筑形式 规模宏伟 俨然旁背古城在线 在13层遗址后方 会看到几条随山形而装设的黑长管子 这里就是成人三坑坑口通风管 全长约两公里的通风管 是当年练铜厂排送有毒铜烟之用 现在看起来虽尘封破旧 但堪称是世界上最长的烟道 行进水南洞一带的海岸线 可以看到呈现黄色与蓝色强烈对比颜色的阴阳海 会形成这种现象 是源自于水中大量的矿物质 因含有矿物质的黄浊吸水入海 给予含水出现明显的颜色对比 形成特殊的海岸景观 从金瓜石往水南洞下行 会经过一段十个连续法夹湾的金水公路 金水公路由于路行蜿蜒 风光优美 有许多汽车广告影片来此取景 要欣赏这条公路之美的最佳地点 位于路旁的景明亭 从景明亭往下看 所有山海景观都可一览无遗 位于金水公路旁 还有一个著名的黄金瀑布 由于金瓜石矿区雨量充沛 常年来因矿沙沉积膝之下 使其水质氧化而形成奇特的金黄色瀑布景观 每当黄昏时刻 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中 更为黄金瀑布增添起立色彩 看来越加金碧辉煌 宛若一座黄金宝库 想要了解水晶酒的人文历史 和台湾彩晶的足迹 前往金瓜石的黄金博物园区 即可了解一切 这个台湾第一座 以生态博物馆为理念而打造的园区 包括黄金馆 本山五坑 环境馆 太子宾馆等 园区里镇馆之宝 重达220公斤 且拥有金氏世界纪录的999大金砖 还可以供游客亲自触摸 位于黄金博物园区中的本山五坑 在1972年金瓜石金矿亭采后 也在6年后封矿 目前已开放供游客进入参观体验 矿坑设备的押封机 矿车头 盥洗间 运矿锁道等依旧完好 可以说是保存的相当完整的一处旧矿场 金瓜石黄金神社是当年的信仰中心 也是日治时代的重要历史见证 但黄金神社在荒腹后遭到大量破坏 从现存的鸟居、石灯笼、石柱、地基等户 可以享见当年神社规模之宏伟 金瓜石民众俗称的祈堂庙 劝祭堂是金瓜石地区的信仰中心 庙中奉祀官、吕、张、王四大恩主为主神 重达25公顿 高35台尺的纯同官圣帝君神像 是金瓜石民众的守护神及主要地标之一 这座铜像也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座关公铜像 金瓜石的地标名山 吴尔茶壶山是因为山顶就像个吴尔茶壶而得名 吴尔茶壶山海拔大约为580公尺 有登山步道 自金瓜石金光路接劝祭堂后方矿道往上行 山顶视野辽阔 路程大约是两个小时 喉童火车站旁的喉童煤矿博园区 是以台湾煤矿开发史为主题 园区中保留着许多煤矿产业发达时 所留下的相关建筑 目前转型发展观光 整合了周边的附属空间 以提升旅游价值 高总跨过基隆河的运煤桥 是一座造型独特的桥梁 原以三层铁桥方式建造 后因矿业需求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圆弧形拱桥 为记忆往日采矿的繁荣景象 以接近圆轨距方式的情境呈现 目前尚有完整之遗迹供游客怀旧 瑞三矿业雪煤厂是一座很醒目的老建筑 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许多人出道喉童都会被这座雪煤厂的荒凉零 和破败的样子所震撼 然而过去瑞三矿业的煤产量与品质 可是全国第一 如今这座雪煤厂已被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列为历史建筑 从喉童车站出站后 右转沿基隆河畔的柴辽路步行约10分钟 即可抵达瑞三本矿坑口 瑞三本矿是全国第二大规模的海底煤矿 至今矿坑口仍保存完好 而封闭的运煤轨道多被杂草淹没 坑口外的公务所、简森室等老建筑 依稀可见当年矿坑运作时的样貌 喉童神社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 日至时期煤矿工人来此祭拜 神社主店已损毁 但鸟居牌楼仍留有清晰的柱连文字 除了见证了喉童矿业的发展 也成了喉童的珍贵时机 沿布道步行到神社本店原址 还可跳换喉童聚落与山水景观 基隆河上游与野溪之流因地形缘故 生成许多大小不一的瀑布 瑞芳区最知名的瀑布群就位在三凋岭地区 从三凋岭步道口步行即可抵达最大的河谷瀑布 风水其实河谷瀑布水量非常壮观 在向五分辽西上游前进 即可欣赏蝉蝉溪流与清爽宜神的瀑布群风貌 沿通瑞芳区与双溪区的金字碑古道 属淡蓝古道三雕领断 为清朝时期台北宜兰间的路上通道 金字碑古道沿路尽是天然原石的景观 进入古道步行约一个半小时即可看见金字碑 这个石碑因碑文被仙人涂以金箔而得名 近几年胡同当地的观光产业 不断热络发展 除了煤矿博物园区的规划得以外 当地的猫群更是一大功臣 胡同的猫和其他地方的猫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会与人亲近 这要归功于当地居民的照顾 让这里的猫不怕生 也让胡同的猫成了当地的观光大使 更是近年来爆红的一个旅游据点 还获CNN选为六大赏猫景点 会在基隆市交界地带的四角亭地区 是瑞芳区西侧的最大聚落 日子时期为了基隆港的防御 日军在四角亭与基隆市届山的临线上设置了炮台 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每年四五月期间 炮台步道旁童花盛开 是北部举办童花祭活动和赏童花的重要据点之一 沿着粗坑口步道往里头走 可以看到一条由石阶铺成的步道 可以通往煤窑场 由于四角亭一带 出产碳含量高的无烟煤 因此粗坑口设置了这一煤窑场 采矿结束后 聚落随之没落 煤窑遗址成了见证当地产业历史的遗迹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